我今天做一個人命中 想像不一定很明顯 然後說大家可以投資料 我做了這麼大的金錢 我做了這麼大的金錢 希望大家可以投資料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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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唯一一件事 好啊 不投我咧 我覺得 太天了 天啊 天啊 你就可視你那個家庭好了 萊茵的要殺 民眾黨也要殺 到底小平哥打電話給誰 他又沒有結婚 錯了嗎 幫我什麼事啊 歪了 完全歪了 好 結果呢 陳志涵也說 是不是自己 那個周小平是不是騷擾別人 Anyway 陳志涵也兩天 狂打六通電話給四叉貓 四叉貓感嘆說 誰要捅得保護自己 好啦 那麼四叉貓 現在又跟陳志涵也結怨啦 說因為陳志涵很氣啊 貼了他cosplay貓女的照片啊 結果他現在又加碼 把尾牙的影片也貼出來了 然後現在又開始在網路上面流傳 現在怎麼樣 恩將仇報 還是過去一連串的 過去的恩怨情仇 全部都一頭拉骨都牽出來了 是不是 我平常不太在不太認同邱毅的講話 可是我他這兩天講話 我還蠻認同的 他說叫叫這個 這個叫克文哲 他老婆出來開記者會的那個人 大概是民眾黨的內建 他講的是誰 大概就是陳志涵跟黃珊珊 這兩個人一直要對不對 陳佩琴出來開記者會嘛 就越開 越問題越大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整個內亂 那陳志涵現在可能為了要鞏固 他在黨內的權力 他就一直不斷的在幫 幫這個陳佩琦搞出很多點子 然後開記者會 結果反而是提油救火 上個禮拜講的那個 所謂新竹馬接兒童醫院的事情 這種紀律的問題 就引發罵聲連連 民眾黨這邊自己內亂 國民黨也吃米粉 要化羞裡面打成一團 你看喔 陳志涵他說他也接到了 中小平的奪命連環空 還說不只黃靖營 現在民眾黨也跟上了 那我覺得中小平 你國民黨的自己 不是應該團結一點嗎 那你現在搞到一個內部的不團結 然後民眾黨自己也跟上去打中小平 好 現在黃國昌又說了 為總統府如果可以解決問題的話 衝第一個 現在整個民眾黨都說 要凍結這個總統府的預算 謝榮就跑出來說 沒有觀察到賴清德有介入個案 現在幹嘛 藍白在搞什麼 很亂 真的很亂的 簡單來講 他們現在想出的最新的招式 叫做要去凍結或刪總統府的預算 他們認為說賴清德 如果不重視司法人權 就要去刪他的預算 然後那個中小平 他身為臺北市議員 他監督臺北市的施政 沒錯啊 對 然後現在那個就是被 山江村又跑出來 對 山江村就跑出來 就是感覺都亂掉了 那個為什麼講亂掉 變我們在這裡幫中小平講話 然後隔壁 你是在害他 還是真的要幫他講話 然後隔壁台 過來燒中小平 亂了 再罵中小平 對 亂了 真的亂了 不然你說亂了 好 我要講 今天我真的正告民眾黨的朋友們 你們現在採取的方式 是要去刪或凍結 總統府預算是動錯了 如果你們真的對北劍有意見 你應該刪的是法務部的預算 你今天對司法判決有意見 你要去刪司法院的預算 都不是總統府嘛 不是 這很奇怪啦 然後為什麼我講 他們現在是非常分裂的狀態 就是說 臺北市的議員監督精華鎮案子 你不能容積大放送 你必須監督人民才會給你掌聲嘛 像剛才明顯哥也講得很公允啊 然後像那個遊俗會 他們有揭露一些內容 尤其他是整個專案小組的召集人嘛 那中小平你不要論動機 我覺得最近大家都喜歡 面對街壁 面對監督大家都喜歡 你的動機是什麼 你跟誰有仇 你叫誰站過台 你怎麼樣 甚至說你曾經騷擾過誰 不是 一馬歸一馬 就是你有沒有騷擾 那讓司法去判斷 不要轉移交點啦 重點是在精華的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本身嘛 那現在他們監督天經地義 人民會給掌聲 可是因為民眾黨歸根究底 現在國民黨還在想要跟他在立法院合作嘛 所以我的強調點是 除了幾個台北市議員國民黨的有跳出來 為了公共利益監督精華城這案子以外 台北市的立委們呢 羅志祥在哪 徐曉欣在哪 李秀燕在哪 然後那個李燕秀在哪 這隊人跑去哪 還是要合作啊 所以 可是這個最後對國民黨是不利的 因為這件事情是公共利益 這件事情其實它無關政黨政治 就是你可不可以這樣子一個大財團 然後容積大方送給他 然後最後加了20%自創 我們剛才討論了這麼久 那現在反而說實話 因為他們監督這件事情 現在反而很多人 把游淑慧跟鍾小平當成是標靶在打 我說整個就亂掉了嘛 就是怎麼會我們在這裡幫國民黨的鍾小平講話 然後隔壁棚 每天在修理民進黨的反過來殺 隔壁棚 隔壁我們隔壁的攝影棚 搞得你們也精神錯亂了 在內湖的另外一個棚 每天都在殺民進黨 結果現在不是 現在反過來殺國民黨的鍾小平 有點奇怪 所以請教范范老師 現在殺來殺去 我覺得那個 因為現在大家開始狂殺小平哥 萊茵的要殺 民眾黨也要殺 到底小平哥打電話給誰 他又沒有結婚什麼 錯了嗎 幫我什麼事 歪樓歪樓 完全歪樓 結果呢 陳志涵也說 是不是自己 那個鍾小平是不是騷擾別人 Anyway 陳志涵也兩天 狂打六通電話給四叉貓 四叉貓感嘆說 誰要懂得保護自己 好啦 那麼四叉貓現在又跟陳志涵也結怨 說因為陳志涵很氣 貼了他cosplay貓女的照片 結果他現在又加碼 把尾牙的影片也貼出來了 然後現在又開始在網路上面流傳 現在怎麼樣 恩將醜報還是過去一連串的 過去的恩怨情仇 全部都一頭拉褲都牽出來了 是不是 我平常不太在不太認同邱毅的講話 可是我他這兩天講話 我還蠻認同的 他說叫叫這個這個 叫柯文哲他老婆出來開記者會的 那個人 大概是民眾黨的內建 他講的是誰 大概就是陳志涵跟黃珊珊 這兩個人一直要對不對 陳佩琦出來開記者會 就越開 問題越大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整個內亂了 那陳志涵現在可能為了要鞏固他黨內的權力 他就一直不斷的在幫幫這個陳佩琦搞出很多點子 然後開記者會 結果反而是提油救火 上個禮拜講的那個所謂新竹馬接兒童醫院的事情 濃機率的問題 就引發罵聲連連 那我覺得第一個 現在整個民眾黨荒腔走板 張祈凱我是認識他 我也來上過他的節目 我覺得他是一個還是非常理性的人 也是一個財經界的一個專家 結果他講什麼 要刪總統府的預算 今天發動調查柯文哲案的 不是賴清德 是誰是誰去控告 是鍾小平 是誰是誰組成調查小組的 現在是遊俗會 所以我認為張祈凱應該去刪誰 去刪你們臺北市議會的預算 那民眾黨這樣講 他就有個未來的利基點了對不對 他就有力氣可以繼續來打選戰打下去了 只要講說是綠色恐怖 綠色破壞 這些人剩下人沒有柯文哲他們也要吃飯 那我問你鄭文燦當初被收押的時候 你們民眾黨怎麼不講 也是啊 對不對 你們為什麼不講我要刪總統府的預算 所以這個沒有道理的 我覺得一般民眾可以分得清楚 什麼叫有道理跟沒道理 這個是什麼政治迫害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難道鄭文燦被迫害到了嗎 所以我會覺得講不這個 而且他們現在一直在激發一個 好像我們要搞革命的感覺 要上街頭 那你要幹嘛 你是覺得因為體制內已經得不到這個救濟了 我們現在要尋求是體制外 那就是暴力革命 那是恐怖主義 那我覺得這很可怕 這會讓民眾黨越黏著 但是越小眾 告後來就沒有辦法獲得中間選民的支持 那你民眾黨的基本盤都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講眾的話要審勝 但是問題是他們現在就很急 想要微微就躁 想要幫柯文哲脫墜 想要讓這個小草不要離開 就講這些非常煽動人心的話 我覺得這個對政治人物來講 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黃國昌你自己也是當過大學教授 你也是法學博士 你要有基本的判斷 今天這個事情 只要程序都合法 我們也這個檢調單位 完全依照我們的法律來偵辦 就沒有什麼政治問題 就不要無線上綱 搞成一個政治事件 好像這個今天陳柯文哲是做黑牢 是做政治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建議民眾黨提名柯文哲 申請明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跟歐富山書記一樣 歐富山書記是緬甸被軍政府 關到黑牢裡面 對不對 像跟曼德拉 曼德拉在南非被白人政府 關到黑牢 關了二十六年 所以這樣子嗎 我覺得這樣子無線上綱 把司法事件政治化 其實對柯文哲來講 完全沒有任何幫助 稍後 是 中文字幕《天然文詞》 除了